可以讲出我在马来西亚的区别 跟我当时在美国 我有去纽约玩 眼光反差太大了 其实也不怎么夸张 就是多了一些颜色衣 然后就是衣服上有几颗球这样子 然后走着走着 然后突然间有一个声音经过 她说 What the f**k are you wearing? 因为我世界还是很美好的 我就在那边想 刚刚那个人是在说我吗 然后又转过头 是一个男的 年轻的 然后跟着她的女朋友说这一句话 原来这个世界上 是有那么没有见过世面的人 我是这样讲 如果我心态不好的话 我一定很伤心 但是我心态还是很好 我就觉得 这个人没有见过外面世界 世界那么大 其实很多人也是这样穿 去美国的时候 我就穿 就是你出国你穿更夸张 因为你要拍照 这样一天走下来 已经有三到五个人在 compliment 我了 而且他们是很大胆的讲出来 就是跟你说 Oh my god Look at you You are so beautiful I love your love So good 这样子 就是街上这样子路过的 所以我就觉得 哇 我很喜欢这样子的文化 然后就决定 OK 我回来买一下 我看到人家穿到美 我就要 compliment 我觉得这样子 compliment 不管是 那个被 compliment 的人 会觉得很开心 我觉得 另外一个 compliment 人家的时候 也会很开心 对 因为你做了一件善事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可以那么自信的穿 这样 就是太多人问这样子了 这个我觉得是很关乎自己个人的静修吧 或者是 我觉得 自信并不是从外在外表而已的 它是你自己内在也需要 就是人家就是说 Beauty come from within 读书啊 运动啊 它并不只是一个打扮可以做出来的东西 可能外表我们要穿好好以外呢 内在也真的很重要 对 你要多一点读书啊 因为我也是会看一些书去让自己调整自己的心态啊 因为很多书也会教到你如何的去自信啊 然后你要做些什么东西 让自己更加有魅力啊 我觉得要先看那个人有没有医院想要穿得很色彩吧 OK 如果你有医院穿得很色彩 但是自己又不够大胆的话 我觉得从small step开始吧 就比如说今天信仪穿的衣服 其实我觉得他也很敢穿的 可是他就觉得 我用一些点缀式的衣服 就是有点小小的 patch 来点缀我的look 让我看起来更加的顽皮画俏一点 我们先说做生意的人 他为了流量 他自己必须要做很多为了流量的事 可是他就忘记了 preserve自己的brand的一些样子 我觉得把我自己的品牌来说吧 就是我的美妆品牌 我的品牌就是鼓吹人家做自己的嘛 所以呢当我选择KOL的时候 因为我也是有选择KOL去帮我做 很多业配这样子的 所以在我自己这一边呢 我觉得现代社会比较注重的还是personality 所以我去engagement KOL的时候 我真的不是完全看他的流量 我真的是看他的content 他content好的话 我真的是不怕没有人看到了 我觉得现今社会只要你content好 algorithm一定会把你 hit 上来的 所以你自己也是这样子来处理嘛 就是我都把content做好就好了 那可是这样子的话 对一个商业社会来说就是背道而驰的我 所以我就觉得还是要来一个平衡点啦 就是我engagement那个有personality的同时间 我也engagement一个有流量的人啦 那你自己的处理方法呢 我自己的处理方法 我觉得我现在讲的这个 我觉得感觉就是我怎样去处理人家 就代表我怎样去处理自己 我觉得我自己是这样子